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歐洲人的樹齡 那我是什麼? 你是非洲人 對 非洲人的有馬爾 那我是什麼? 為了錄音魚玩遊戲的獵人者 那先說一下 這一集其實是出於私人恩怨的 不是私人恩怨 是大盜的恩怨 為什麼這麼大獸? 你剃點行動 為什麼這麼大獸後 私人錄這集的時候 大家都有留意的 其實上一集他們都一直說 我在很不專心錄音的期間在刷手 不是 你專心錄一隻手 你的口說話是沒問題的 不是 我已經說過幾次 你都不聽勸的 在我去到禮拜中的期間 我刷手抽已經是刷到 天分地暗 其實是為一口氣的 我剛才抽不到四星五星 眼睛增開的時候就在刷手抽 分架的時候刷手抽 當我一說我要錄一集 解決私人恩怨的時候 我又成功轉身為一個歐洲人了 是這樣的嗎? 我們今天要說的就是 非常之嚴上的 Face Game Over 英文度好一點 FGO 揭護兩家 可以立即 因為本身這遊戲 其實已經延遲了半年了 你意思是iOS還是Android 即是Android的時間已經延遲了 你見火彈又好和遊戲劇本都一樣 他想要2015年開始玩 一年 2016年就完了 他想著營運一年 其實這樣說 整個遊戲對我現在的印象來說 其實他們是用一個 單機的概念 他正在營運一個手機遊戲市場 是 正常他本身以前都做了一單機遊戲 好啊這個我覺得 一點都不正常 兩個市場完全不同 很老實說 若然這遊戲 你又要我課金 你跟我說明 我一年之後就完 那我課不課呢? 課金遊戲來說 人們覺得是一個投資 當然很多遊戲叫做什麼呢? 日本其實 你看回今年的report 都知道 其實一年裡面 其實很多的X遊戲 都會是摺了 可能過去一年 或者過去兩年之後 他們就摺了 但是他們沒有說到 但在接之前 他們沒有說到明 但是不會跟你說到明 就說 一年之後 你的錢就會化為烏油 喂 你老婆不會有機會消失 不要計成我 她會關你SERV 那電視 聽上去是 你會覺得 那我應該給不給錢 那你就當給錢玩兩年 這個其實都不是重點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本身 他聲稱是一個一百萬字的劇本 嗯 聲稱 現在還沒看完 一開始很多人都很期待 當然大家都知道 TM是最喜歡 就是拿取這個 face的成語價值 其實他都很厲害 這件事大家都理解 不過你說 一隻課金遊戲 就說 沒什麼所謂 如果你有故事看 課小小給你 那些卡 OK的 OK 但OK Android版的就是 兩個幾星期前 嗯 正式 推出市面 嗯 推出市面 當然大家 一開始對的 就是 對他最不滿的 當然是那個SERV 因為他的維修時間 是 長過你 可以玩 可以玩 可以玩的時間 可以玩的時間 發生 隨便聞 一定會有趣 因為就被偉大的 不可以看少網民 大家都知道 被偉大的網民發現 這間製作公司 裝屍這間公司 其實就是 正經話 開公司的時候 以一百萬成本 就開這間公司 不過其實 這個其實我覺得 不太重要 一百萬元一百萬元 這個只不過是你說什麼 我草創公司的時候 我登記的時候 我登記 我資本有多少 代表我之後 不可以入資本 下去 這個對我來說 其實問題 不是很大的 但是當然最大的問題就是 之後 裝屍他 cheater 那些 其實他就說 沒有的 本來公司有三十人 走了十一個 走了十一個 是有用的 剩下十九個是廢物 他也會自己 也是廢物 其實很難怪他 他在cheater上 真的這麼說 他真的說了 只剩下十一個 是有用的 剩下十一個 是沒有什麼用的 因為他在後一年前 二十二四年 他在訪談 他們公司有三十個人 我當成是 開頭數碼 有三十個成績員 後來現在他出來 說 忘記了十幾個 接著我們要 然後我們要 你會怎樣 當然 你說這件事 其實最隱身的 就是因為 本來那時候 就是伺服器不穩定 其實伺服器不穩定 其實伺服器不穩定 其實有少少是 有少少教我自取 其實是不是 低估了 他玩這個遊戲 從來 FGame也是 其實伺服器不穩定 你不夠就馬上打 我不知道你是否 你習慣 像是Amazon租伺服器 那些 你馬上去加伺服器 就解決這個問題 即是用錢 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用錢解決問題 就不是問題 問題是 當時事情 是很重要的指標 事情可能有多少人 登錄了的話 你預計的開伺服器 都大快有 一半或者七成八成 你會遇到 尤其是這個遊戲 已經事前得下 是多於其他遊戲幾倍的情況下 你還用一個很難的伺服器 我覺得是你有自己的問題 而伺服器的問題引申 就是 因為他剛才說過 有用的十一個人走錯 剩下的無能的十一個人 他自稱 不敢說他們是不是無能 問題在於 又被偉大的網友掛念 在他開遊戲 開伺服器那天 也在維修那天 他又出了尋人啟示 不是尋人 招聘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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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這個程式員 程式員 是的 那他就說什麼呢 不是 遊戲家都招聘了 這個是之後的事情 他都要陸陸陸續續去補充 其實沒問題的 玩家的人數超過了 他預想中 他請人沒問題的 我覺得這樣說的 其實請人這件事 本身是沒什麼的 問題在於是什麼呢 是他出很多的post的時間點 是會帶來公關災難的 這個才是他人心裡最大的問題 不是啊 這個證明了他剩下的十幾個人 而重點是什麼呢 阿莊斯自己又很聰明地 開伺服期間 Pose了所謂叫做什麼 他自己現在那一天的生活是怎樣 吃牛扒 就是牛扒 牛扒跟牛扒 那我今天都有吃牛扒 不是啊 我好像很像Webgirl 我們看阿寬哥的日記 你們小心說話 出去吃飯 出去吃東西 出去吃東西 然後被人 就是這樣 就是 伺服器方面的問題 其實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當然就是因為 關回太多人去拆手抽 拆手抽多到幾天 我也是說的 這個世界就是 你當你受歡迎的東西 永遠都會有人開發一些外掛出來 奇怪的方法 令到自己那個 帳戶比較有優勢 但問題是 很多時候你手機的遊戲 有很多方法 避免那些人拆手抽 讓他們開國開得開心一點 我為什麼會開頭說他夠有自取呢 本身拆手抽的觸發點 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在他的 聖精石十年抽 我們事前播 大家都看到是幾個聖風血淚 不是啊 有馬不是這樣覺得 我主張 你說 你在附杖與不代主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哎 運氣不是在自己的帳戶那裡 這個才是最悲劇的 他的十年抽 其實他開頭出現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在他的文字描述那裡 他寫明是四星的一些卡 其實那些人 Supposedly 因為他的介面 大家都看到了 聖精石的畫面 站著的 全部都是角色 全部都是角色 他是有些卡在旁邊的 但是 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最令人火大的原因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他的比例是9比1 8比2至9比1 他說4升5升加起來可能只有幾%問題 這幾%裡面還有禮裝和沙發去探訓的話 其實沙發可能只有幾% 其實已經不是星數的問題,而是禮裝對於這個角色的比例 是接近9比1的,應該說很多人都驗證 其實很多人都相信,我也都相信這件事 有課長課的了 你看回我們的事前抽的時候 什麼時候?日本有人課了十多萬,告訴你真的是這樣 而他引申這個問題就是 其實你不怪得有一群叫做無所不用奇技的份子 你那個手抽這麼難抽,還要抽不到角色 就是作為face的遊戲 大家著眼點的其實就是把自己心儀的角色 我說回第一抽,所謂三星四星那一抽 叫做新手抽那一抽 新手抽那一下 其實如果你那一下放一些較為多人認知的角色 他未必需要最強形態,可能是三星形態 你給他 我想那些人都未必說 算了,這隻都是我喜歡的角色 可能我都這樣去開局 但是你給了幾個幾隻全部是紅色的 還有就是非洲人 其實我只是看能力 你不要說我卡面 拿回來三星我用 我發現不行,他完全打不過 用他開局會死得很慘 或者很簡單 通常新手那些 現金遊戲都是這樣 給你三星,不算用不到 但是你不會卡關 還有將來可能升等有著 所以前面開白才會是 問題在於 剛才提到的 禮裝和角色的問題 其實都算了 第一次抽到禮裝 很正常 可能運氣不好 那些人就說 我課這麼臭 然後開始的人就覺得 這是一個局 這是一個恐明的陷阱 完全是一個恐明的陷阱 真的不太介意 比例是你裝備給角色 因為角色可能比較珍貴 但是你都不要完全抽不到 尤其是遊戲老實說 裝備是每個人都可以裝 但是角色你是出場 而遊戲裡面 當然就是說 這遊戲其實 一些設計的失衡 這個我們耍後掌握 就是說 根本上你沒有角色 你是不用打的 滿手禮裝 但一個角色都沒有 不是 我們偉大的樹林已經驗證了 十年抽 可以出十年禮裝 你抽到十年禮裝 那我沒有角色 怎麼用呢 Masker自己裝上去 裝上去打 但又不行 你那個禮裝 你一定要依附這個角色 但你沒有角色的時候 你的禮裝是沒有用的 就是說 等於什麼 你抽完十年禮裝之後 你的帳戶是沒有變過任何東西的 你是沒有變強過 沒有變過任何東西的 本身就是以角色為主導 裝備是輔助 當然你說 這裡衍生了兩件事 就是 大陸那邊 又開始有 會不停開帳戶 用程式開帳戶 用程式開帳戶 因為 本身就是 角色太難抽了 所以變得 有一些稀有的角色 或者開局裡面 你已經抽到好的角色 是有一個 可以賣錢的價值 這個是關乎角色的能力平衡 像之前的性格姿體一樣 有些角色抽魂是用不了的 你發覺是 這個我身同感受 我開始殺最厲害的是什麼 好明 四星 五星 很厲害 我先試試看 這個我先打一會 因為本身就是 這遊戲叫做強度很高的角色 稱為破格 是有一隻的 就是貞德 就是 大家都是 真心良心 沒有他真的玩完了 這樣說 其實 這遊戲裡面 實際上 有八個角色 我稱為 Face的百企 其實是可以開局的 可以 實證得 你真的有研究 過了他 這樣吧 你當我抽那百多抽 你真的當我浪費 人家是專家 已經是博士級 兇奴王 即是阿提拉 B叔 B胡 Savor 即是阿瑟王 至尊弓都可以的 還有就是 瑪麗王菲 那些都是可以的 除了就是 我也是說 火鳳真是很有智慧 惡龍奉初得一 可得一 但是你得很明 你得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一口眼淚 火得了 我真的不知道 在想什麼 我得到惡龍 還不是 可得天下 我得一 當然還有一群 課金那群人 當然在那個時間點 就衍生了一種 所謂的課金退款大卡 是 暗黑 當然這個 不是教大家 教大家退款 那個事源就是 其實Google的機制裏 只要你貨不夠 2000日圓 以上的話 其實你申請退款的話 其實那邊是會馬上還給你的 其實多過2000日圓 它就會跟這個 開發商 營運的方面 去講回 你才可以拿回 溝通完之後 很多人就是什麼呢 課少少 去額外多多幾抽 去搏 不行的時候 就申請退款 申請退款 觸動到Google的神經 就令到 誒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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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你騙我 因為其實最大被人攻擊的點就是 它裡面的文字的確是有誤導 是有一個暗示 是真的抽到角色的 這個是原本這個位 他們最嚴常的死位 當然啦 這遊戲經歷了一次落架 再上架 真是Game of War 了一次 其實是不知為什麼的 我可能以為落架 它是不是想洗走一些評價 不是 應該不是 我猜是Google那邊給壓力 即是Store給壓力 你那個Game 你造成很多的問題 你可能要下架 我估計是這樣的 因為他只是下架了大概分兩兩分鐘而已 這樣都被人發現到 你不可以質疑偉大的網民的搜尋能力 在他們面前是無所遁形的 日本香港也有的 這些是網民的固有寶具 偵測眼 OK 中間裡面當然是衍生了 因為本身他可能 在這樣的期間裡面 就有很多大量的補償行為 很多人就拆帳戶 包括我在內 小弟在內 開定一些帳戶 等他補償的時候 每個帳戶都有些補償的時候 十年抽 令到自己每個帳戶都可以有十年抽的機會 去博 究竟可不可以抽到好的角色 那就可以開局了 在第一輪裡面 小弟開成布公 我開了三多四十個帳戶 我人手開的 我沒有cheat過 你看到我 我做過證明的 我做過證明的 有些人聽我說的 你偷偷賣過算 當然 其實我的孔明帳戶不在此限 因為孔明帳戶我一直在找 我開頭說服自己 算了都有隻五星 我開局是很厲害 開局首抽到四星 然後第二抽到五星 然後他都說 雖然南國 但我都說 沒所謂 最重要是五星 然後我打下去才知道 真是這個很明陷阱 他的問題在哪裏 他是不值五星的價值 還是怎樣 這個問題 我們接下來會討論 就是他遊戲平衡性的問題 我會怎樣說 這隻遊戲 剛才我都說過 他是用單機遊戲的思維 去做出來 他所有的就是 單機遊戲其實 很簡單的就是 有RPG 我現在就說 有這樣的BOSS 他是這樣的能力 你怎樣去擊倒他 遊戲世界裏 可能有很多角色 你自己去組合 怎樣去擊倒他 但問題是 在這隻遊戲的平衡裏 如果那些角色 你是沒辦法 由一個常規途徑 可以取得到的情況之下 變成就是什麼呢 靠好朋友 就是靠一些好運的人 我稱之為 那些是什麼呢 有朋友的 歐洲人 對 就稱為歐洲人 歐洲人選定 靠你過我們 我剛才是非洲人來的 我就是非洲人 這麼快轉席 我是中國人 因為我有空名 其實很多關卡 過不了劇 為什麼會過不了呢 建構於它的能力設定 其實我這樣說 這遊戲的概念 其實未去到 太差 因為它只是普通的RPG遊戲 最錯的就是 它給Face的一些設定 它打死了 尤其是你可能 它裡面就是即階 即階 因為本身大家可能有 玩開或者有看開Face的話 其實知道就是 Face其實 由開始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的server 其實本身它自己 都可能說 他們的能力都已經是 設定了 可能是對魔力多少 魔力是什麼 筋力是多少 這些設定其實是一早有齊 其實它是include 到遊戲裡的 問題就來了 因為大量的這些設定 其實前設已經是有齊 其實對遊戲本身的設計 其實是有負擔的 有個框框在 它不可以做到面面區 因為本身Face 它不是一隻 真的對戰遊戲 它是一隻 它之前有出過對戰 但它對戰裡面 你會改 改變 會平衡 但它就沒有了 但它要將那些 所謂A B的能力 那些全部套進去 那變相 其實 那個角色表值 的數字 寫給你看 它說 跟我認識的這個角色 是一樣的 但是問題就是什麼呢 玩下去 它就是沒有那個角色的能力 做不到出來 當然它的機制裡面 很多像PAD也好 白貓也好 怪物彈珠也好 所謂屬性雙黑的問題 它這裡的屬性雙黑 很複雜 它不是很複雜 它是做得很奇怪 它首先分了兩個包子 兩個包子 首先就是三騎士 是自己一個系統 另外就是 Caster Caster 和Rider 就是自己一個 另外一個系統 巴薩卡是獨立 巴薩卡是獨立 就是所有人都欺負它 它也是 所有人 而Shield 就是在新的街位裡 任何東西都不欺負它 就是所謂的無屬性 是不只剩下你一個 不只剩下你一個 然後這個系統底下 OK 然後開頭看到 應該有個叫烏那的東西 我開頭看的時候 為什麼我在屬性表裡見不到烏那 沒錯 這樣說 烏那東西 其實是在它的屬性表裡 它是根本不可以用圖像 去表達出來的東西 嗯 是不是其實叫Special才好一點 要是包子 可能四個 輪著圈圈圈 最好你嚇一嚇 A B 嚇一嚇 C 有些可能是陰陽文 郭暗明那個獨立 你會知道 現有的所謂的屬性 現在他們叫街位 你會知道 就是每個和每個之間的關係 但其實那個表看得出來 你是看不明白的 其實你是 OK了 OK 我相信你的街位表 相信 這麼慘 我當你的街位表是正確 但是最大問題 它的街位表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遊戲都會的 所有所謂的雙刻 其實是基於 就是基值 成一個倍率數 最大問題就是什麼 這遊戲裡面的基值 其實只有攻擊力和攻擊力 攻擊力和攻擊力 對 所有東西都是以傷害 你沒有所謂的critical way 這些額外參數 其實你怎樣把 現在其實剛才說的幾多個 一二九個街位 這九個街位的能力 是怎樣去造成 特別不同的地方 其實是做不到的 最終是什麼 有些街位 它HP又高 攻擊力又高 有些街位 它HP和攻擊力都低 那 沒力打 我經常都會說 就算你倍率一萬也好 你的攻擊力是零 你的倍率都是零 我覺得是不變的定律 而且有些地方 例如巴薩卡 可能皮有血硬 打他可能不痛 或者屯子 可能你先打他 有擋格 即是擋了一下 即是有基督法論 擋格 擋了那招 但你看到 重彈重彈重彈 而這個倍率機制 其實在遊戲裡面 尤其是攻防那一刻 其實影響就太大了 最大的程度是什麼 我剛才說過 有一些街位 所謂的三位 我們俗稱的三位 是比較低的 好像 用我做親身例子 Caster Caster的孔明 孔明是嗎 不升啊 因為本身HP數量太低 就算別人是一個 不克制他的街位 打下去 都會覺得 他的傷害量太大了 是完全超過 更加不要說克他 克他的話 我可以告訴大家 但是我用孔明裡面 其實我過了第一章的 八年戰爭 所謂的 中後期 大致上 我玩每一關 我的孔明 通常都是第一 第一陣就有擊 他在第一關的生存率 只是只有30% 他大體是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街位的人 打他 他都是可以 你錯了 你說 所以我是捱不過一波的攻擊 不是 其實他實際 他的官位叫Caster 但實際上 是Berserker 什麼東西都黑他 但是他不黑任何人 當然你說 他設定得最不好的 就是所謂的一個叫做Woola Woola本身 當然在一個遊戲 在Face的設定裡面 Woola是一個很強大的 很強大的 存在街位 他也都把這個設定 引入了在遊戲裡面 而引入現象出來的效果 就是什麼呢 他真是很厲害 因為他不讓所有的街位 黑 他也不黑所有的街位 但是他對所有的街位 都有1.1倍的攻擊力保證 而所有街位打他 只得一半傷害 衍生出來 這個職業根本就是Oper Power 太強大了 所以就引致 開頭為何人手出 就說 有貞德得天下 不是很明白 原來逆了位了 有貞德有朋友 一定是 有貞德一定有朋友 遊戲裡面其實是很划算 因為我為什麼會說 是一隻單機遊戲 剛才說的 聖德並不是強大到什麼 他強大到一個程度 就是他去到主線故事 某一個階段位之後 這個我聽到 我的朋友玩到 已經是 聖德是會被打鍊的 因為有無視烏鳴存在的 技能特性在裡面 無論你的烏鳴多厲害 你也是會被打鍊的 有少許是商業詐騙的情況 就是說我這麼辛苦拆完 或者說我抽到了 課金 我抽到一隻角色了 然後你告訴我 蛤? 你課金 不停扔了錢 投資 養到他最肥最厲害 發覺第一關 下一關就死掉了 然後你立即看一看 沒有的 這些遊戲上的設定 都很常用 有一個角色 太過overpower的時候 他專門會做一些關卡 給你 限制你這隻角色的表現 這個很常見 不是 問題 就算限制你 都不會打鍵 只是說 武賢那麼厲害 有些關卡 但現在問題是打鍵 完全打鍵 就是迫你 我要你放假就抽大隻 麻煩你 這個問題是涉及一件事的 遊戲裏面的另一條數 我可以說 他是用了單機遊戲 RPG升角色的想法去做 他是一個倍率提升來的 他的倍率提升的方式就是 一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 他們那個機值需要的 升級的cost 是不同的 但是 他是每一個 就是每一個VAR 提升的時候 就剩三倍 那加拿來就算好 為什麼 五升應該是十五倍才對 五升即是一升的十五倍 如果聽你這樣說的話 所以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很多人計算過 尤其是所謂界限突破 那些東西 是開始的人粗略估計 你不課金的話 大概是需要 半年以上的時間 你才升完一隻角色 但是 說的是升滿一隻角色 所以我是很明白 為什麼他可以玩一年 不是玩一年半年之後 自己的角色不可以 應該說是接近一年時間 所以如果照回Phase 如果你想想一個概念 在Phase的世界裏面 一個Master 只有一個Saver 所以你只能夠用一隻角色 去打贏你的聖杯戰術 你錯了 問題是前提 你一開始就要抽到這個角色 如果不是的話 我抽不到 可能到最後 完商法之後就抽到角色 你又不記得了 Phase的設定裏面 召喚Saver 不是你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不是 至少抽 我不用性為貌 抽我的屬性相同 抽一些變態出來也好 但不是 我抽不到 可能你不了解 你自己的深層屬性 我深層屬性 我深層屬性一定不是 麗當我告訴你 一定不是 你錯了 那麗當我真的押不到 本身他需要的 cost太大 升一隻角色 而就是 根本沒有人 以及每個角色之間 需要的角色的能力的平衡 是完全不平衡 只有少數 剛才我提到的 就是 貞德 B叔 阿提斯 B湖 阿施王 即是遊戲中 只有幾隻角色 是值得升的 是 有他開局 你才會打得舒暢一點 你不像我一樣 如果我很明白開局 打到第一章尾 我覺得當然是什麼 我和我正在玩 當年Diablo 我正在玩這個 連獄級突然之間 一隻東西殺死了 然後我問 幹什麼 答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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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介意 當然 這個很強烈 為什麽是單機遊戲 大家都記得 單機遊戲 死了的話 是會弄死負 那這遊戲當然 非洲人並不是完全絕望 非洲人都有非洲人的身體之道 非洲人有非洲人的玩法 這個世界是適者生存的 非洲人的玩法 是什麽 依附著歐洲人 依附著歐洲人 依附著歐洲人是一個玩法 那我們說回 為什麽會叫非洲人和歐洲人 我們好像沒有說過 因為本身 拆這個三星手抽 即是未有之前 其實比較強力 亦都是比較好用實際的角色 就是一個非洲黑人 是啦 是啦 那是一隻巴薩卡 那為什麽 為什麽抽到高星數那一班 會被稱為歐洲人 因為 無論是貞德也好 阿瑟王也好 那些人 或者一次天公那類 那些人 全部都是歐洲出生的 所以 高貴一點 當你如果抽到 這一類的角色的時候 我們就會稱為 你可以自稱自己為歐洲人 你是歐洲的Master 你是成功的代表 嗯 人生的贏家 我成功扮到天聖 由非洲轉職去歐洲 那當然剛才說到 那個問題就是 非洲人的生存之道 究竟是怎樣呢 就是單機遊戲 我剛才說過 save load大法 這隻遊戲其實都有save load大法 那當然我們這隻遊戲裏面 其實是固定了的 嗯 他所謂的隨機 他只是隨機一次 嗯 但是你進了戰鬥裡面 那個隨機 就變成一個fix數了 包括是什麼呢 每一個敵人 對哪個角色 進行攻擊 對他用什麼技能 這個是fix死的 還有就是角色 我方行動可以用的卡片 是fix死了 都是fix死的 究竟非洲人的生存之道是什麼 好像沒有說到重點 在很多低星數的角色裡面 非洲人一定有一定運氣 你都一定抽到某些角色 但是那些角色是比較容易抽到的 因為全部都是屬於一星或者三星角色 有常抽 而這些角色 全部都是帶有所謂即死攻擊 這個即死攻擊的技能 就是機率判定的 而這個機率判定 並不是固定的 當這招即死攻擊 miss了之後 馬上退出遊戲 重新入 因為遊戲機制裡面 如果異常登出的話 是會重新開個遊戲 在那個回合開始 沒錯 那很多人就是什麼呢 拆所謂這個叫即死攻擊 而去 令自己可以過到那關 這些是非洲人的生存之道 即是機戰打法 save and load save and load 我認命了 我是做不到歐洲人 那我作為非洲人 你不怪我 我是有用非洲玩法 對 非洲土著的玩法 就是射毒戰 哈哈哈哈哈哈 吹不住 不要緊 不要緊 重新來過 其實是很詭異 但你想清楚 這些根本就是單機遊戲的玩法 大家回想一下 你玩單機遊戲裡面 死了 打不贏 打不贏或者是 你不滿意 開金手指 不是 是 我在入村之前已經死了 回到村 再進一次 我這樣說 這遊戲是 太多所謂的單機概念 在裡面 令到就是說 這遊戲根本沒有錯 它真的不是一隻ad game 我覺得 不應該造成這個課金遊戲 它的課金遊戲 其實我覺得 那個問題是很簡單 亦都是它不敢這樣做的原因 是因為什麼 大家其實現在知道 大家只要打開這個 Face的英靈圖鑑 其實大家知道 它現在出的英靈 只有53隻 53還是59隻 我忘記了 大概有50多隻 其實以一個 所謂的收集元素的課金遊戲 課金角色遊戲來說 50多個其實很少 是不夠的 撕到最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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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我看到 50多個你還未撇除 1、2、1、2、2、1 那些 但是它5星不夠 它也不敢做這麼多5星 5星好像都不夠 通常大家都知道 這些是所謂金字塔 5星通常是最少的 然後4星、3星、2星、1星 1星可能是最多的 在Proof裡面 但也是沒什麼用的 稱為垃圾的存在 也不是 我覺得 是肥丟來的還是優秀 我覺得小翅鑑挺好用的 我吃了 小翅鑑是非洲人的救星 我吃了小翅鑑 你見到它坐在山門裡 坐這麼多年是白坐的 其實50多個角色 它10年抽 或者是一抽 它的禮裝和角色比例 其實是 不要說是6、4、7、3 我覺得它是計算出來 它的確很快 被人抽到想要的東西 就不服 或者是很快抽完 大家可能是說 我也有負責過影片 其實現在遊戲裡面 它現存設定過的 是有172個角色 其實你看到它的數量不是很多 其他遊戲裡面 一隻角色 它無論你抽到多少隻都好 它都可能有一定的用處 甚至用完它原本最大的用處 但是這遊戲裡面 它有一個很硬斑斑的設定 我覺得這個設定 同一隊裡面 你自己編排的隊伍裡面 不可以重複同一隻角色 這個很合理 我也是這樣 其他遊戲模式可以的 其實是 變相就是 你只需要那隻角色 只需要一隻 而多了出來的 就是為了提升那隻角色的 所謂的寶具能力 每件寶具就有五個等級 其實實際上來講 一個角色 只需要五隻 即假眼突破四次 是的 就已經 那隻角色就沒有用 你再抽到 你抽到也是沒有用的 它不會再有其他的用處 它唯一的用處就是 用來賣錢 還有賣一些特殊貨幣的東西 但是其實 大家都 對換其實真的很差 對換 沒有用的時候 暫時來說 暫時來說 應該是沒有用的 你用美元 換了港幣 但是 那種差別是這樣的 那種差別是這樣的 所以我認為你先保持 看時間改不改 不然就長時間保持 算了 他總會出新角色的 剛才說 其實他搞定172隻才說話 而這隻遊戲 其實他面對的問題 在於什麼 本身 他是用Face 去做賣點 而且故事的 依賴性很強 其實他很難做一些連動活動 他唯一做到的連動活動 是什麼 就是 提供自己本社裡的其他作品 可以延估進去 他有其他作品 月機 月機 空之境界 魔法師之夜 對 數吧 你數數吧 我給你數數 還有一部 忘記了什麼 但是突然想起 就是 還有TN的作品 比你做生日活動 最多 一年生日到 他可以延估的角色 數量其實不多 當然他可以做一些事情 他憑空做一些新的英靈 其實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他其實現在也是 做了一個shelda 也是 但問題是 你知道他們的工作能力 和速度來說 要再做一百萬字 基本上再做一個新的英靈 出來就 哈哈哈哈 他首先要 用這遊戲 有了盈利 才可以再想一步 盈利一定有 老實說 很多人 口裡說不識 身體是很誠實的 例如樹齡 我不是我還沒付錢 我等第三生有師傅 才付錢 我也是 我一直都是問醫的支持者 所以我簡直太有趣 剛才說 他的所謂的 抽這個扭蛋的採詞 太黑色的關係 其實門鑑實在太高了 很多人說 我不想玩 我玩不下去 甚至可能說 我純粹想看故事 你也要讓我推到故事版圖 才可以 而推故事版圖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你要提升角色的等級 而提升角色的等級 另一個問題就是 他的回體力速度太慢 其實我老實說 本身十分鐘回一看 其實是很早期的 Apps Game常用的設定 現在很多都會改成 七分鐘八分鐘 甚至無體力制 甚至無體力制 或者五分鐘 最常 你會看到最快的是五分鐘 五分鐘那些其實 是很想你經常入遊戲 因為這遊戲 我們剛才一開節目的時候 都說過 他是想著 你一天一天玩一次就算了 但是 現在不是一天玩不玩一次的問題 我一天可以玩一次 但我虛不到進度的 過不過度是一個問題 除非你設計上 我每天可以看到一小節的故事 即是你說幾次都好 我看到五句對白 我也有動力去玩 我每天都可以推進一點 但如果課金 我可以推得快些 或者我看得 還有其他 side story 可以看多個其他人 快一步 去看所有故事 然後去試玩其他的 但現在的問題是 我推不了 現在可能是 我十天 或者沒有那麼誇張的 五天 我才推得多一個進度 其實 對個朋友來說 我會厭倦 我會厭倦 你經常說是拆肥 我會不記得 其實我會 拆肥這件事 我覺得說 很多apps game都有 但拆肥這件事 就是什麼呢 被人 會感覺到一個叫絕望 我不是覺得自己在進步 我是覺得我絕望感 我每一抽 你會感覺到 你每一抽 你都好像是 被隔擦機去懲罰自己 那樣 這個 他AP每一萬 和他上限很低 剛才 其實害怕 CCC 100分鐘一個AP 但他上限高一點 即是同等級 他上限高 你可以打多幾關 不是這個上限 是你層級的問題 數值調整 另一個數值調整 就是每一關 所需的體力太高 令到就是 尤其是早期 其實很多時候 早期的關卡 可能只是用你四分一體力 他可以一拼 你 這個是 他的體力制 是算得最不好的問題 當然很多人都說 沒有 有些人覺得 挺好 我一天玩一次就行 我又不用心掛掛 好像要什麼 但是 對很多人來說 尤其是這些所謂的 升等級 就是有一個 大家是有一個強迫性 不是強迫性 不是強迫性 如果我不付錢 我打肥了 20AP 打完之後 可能輸了 那天就不用玩了 恭喜你 不用玩了 你那天就馬上 是不是這樣算 那這些遊戲 當然現在這遊戲 iOS又開了 剛剛開了 三天前 要不然我也不會進來 這件事也是我不好 很明顯是你不好 因為我在三天前 我在憤怒地說 不如再拆一拆 其實我剛剛 在憤怒地做一拆 Android也有拆過 但我只是拆一拆 不是玩了 不是主要投心 IOS 其實暫時都沒有什麼 叫做正常維護 當然其實他改了很多東西 其實他做了很多奇怪的設定 其實他不停在削搏 一些什麼 一些所謂的資源 其實我不明白 因為他已經不夠了 在不夠之前 他還削減你資源 然後最活該就是 好像前天 他出了所謂的登入獎禮 每個遊戲都有 每天登入 就會有一些獎品送給你 送錢 他將那個大幅度削弱 削弱的程度是什麼 它是很厲害的 他自己計算給你 你如果登入七天 你就會拿到二萬一QP 三顆聖精石 還有八張一星的經驗值卡 然後我們 第一個問題 二萬一QP 用了多久 二萬一QP 究竟有多少 有什麼概念 如果用一隻五星角色 吃三星的素材 吃五張三星的素材 你一定會嘔吐 別人給一星你都吃三星 你吃一星算 不是 吃一星素材也是會嘔吐 因為它是計 你那個角色幾個level 就越來越貴 所以是會嘔吐 而一星素材可以升到多少經驗值 一星素材 就算你DEMO那八張也好 你升到五個level 好像很多 但聽清楚 是由一level升到五level 但你十六十七以後 其實都是一格 一格了 然後三顆聖精石可以做到什麼 一抽都做不到 那麼 Are you a fan for 不是 你是最後那天才有三石 你之前應該都會有六石 他會計算這些 遊戲裏面除了推進 拿石的只有幾樣 推主戰進度 事前要你過得到 事前要你過得到 另一個就是 破解角色的side story故事 前提也是 你開到 還有你有那隻角色 其實最快拿石的方法 是讓它出錯 讓它serveer維護 讓它陪石 應該是最快的 這個方法是 古以有之的 很多人開這麼多帳戶 都很期待 就是什麼呢 很多非洲人 其實自己 保持了很多假帳戶 全部都是拿去歐洲 申請 移民歐洲 移民歐洲 即是 十個帳戶 真的 我覺得 是很延遲的 這件事 真的 他最錯的一件事 我覺得並不是 當然沒有經驗 我覺得是 一件事 其實是看得出來的 很明顯 其實做這隻game 那個人 裝屍的 我知道 他們去測試的數值 我感到100%肯定 他們是用了所有角色的巔峰數值 去做測試的 即是升到那張卡是MAX 他完全沒有想過成長曲線 那個成長曲線 即是剛才我講的 成長曲線是令人絕望的 一隻五星角色 如果你是正常奴角色 你可以升一年的 一隻 那不是關傷法的嗎 當然 我說升一年 是照他現在 他不加一些 突然之間很肥的肥料關 金錢關 我照他現在的設定 你真的可以玩一年 那隻角色才死 給一隻game玩一年 給你養成你的英靈一年 不是OK 陪影一下感情 我沒有陪影一下感情 陪影一下感情 抽不到角色的 就跟魔妝陪影一下感情 我走 做一個天象 做一個 對物件的感情 我要做這個第九隻街crafter 是顛峰數字 因為我試過 現在很多人都有 升到一些顛峰數字角色出來 大家上網可能見到一些 危機 其實都會已經有 一些人自製的資料庫 其實我計過一條數字 還有看過所有的 和所有的 禮倉 的確是有變化的 但是那個變化就是什麼呢 你究竟可不可以擁有這個變化呢 你沒有那個角色 不是 還有那些變化 很多時候都是 你 即是End Game的時候 你才會 察覺那種變化 而是 你成長的過程中 你不會說 追求這些東西 即是有人說 紅A Level 30之後 可能更快會好些 紅A也沒有 但說什麼 等級那方面 那些東西 當然你 沒有辦法計 那些東西 你要慢慢 慢慢培養 慢慢培養 但是你究竟能夠培養得到呢 因為其實是有幾多 所謂的鐵板關 還有主線的劇情 即是那些 那些 那些難度 真的很奇怪 這個是 階位 和我剛才說的 三位數值 都不是階位 其實你 你打主線的話 打一下 喪屍 打一下 手 無緣無故飛三條龍出來 怎麼打 那些三條龍七千多血 名字都要邪龍八年 戰爭內的龍 很正常 你也不要差別那麼大 我打喪屍 喪屍打我不痛 我打他 OK 喪屍打你很痛 我看阿Dem來的 那我 我也有把握去過 對著那三條龍 真是 怎麼搞 最嚴重他的機制 即是遊戲 就是讓你選三張 五張牌 你經常選三張 你按錯 不可以回頭 這幅畫真的很奇怪 他整個遊戲裡面設定 有很多設定 你不會覺得它是一個設計 你會覺得它是一個懲罰 按錯 不能回頭 就是RPG遊戲 你敢來耍我 還要說 我現在叫做什麼 我落指令說 去吧 saber 替我用sub 不是 不是 我不想用 不可以cancel 你已經按了 我叫你用 你不是馬上用 大哥 很忠誠 很聽話 你叫用就用 還有剛才我們說過 有三個後臂難 前面可不可以沒有血 可不可以回到後臂 才換一個角色 上來弄一弄 不好意思 應該說他人角色那裡 其實那種是排隊出來死 先回答 不要說得那麼難 排陣 應該是 他沒有排陣 排陣的定義就是 你可以有switch前後陣 是的 有馬就說這個 沒有這個概念 沒有這個概念 就是什麼呢 就算 你一對人 老實說 這類型遊戲 其實Fscan多通常都是 一關你未知的關卡 你要做的是什麼呢 慢傳的準備 可能這對人是慢解來的 但他不是一個很針對性的傷害 但他可以兌現任何情況 但是叫做什麼呢 你現在這樣的情況 沒有啊 是有對應慢傳情況的隊 但你抽不抽到 你不是歐洲人 你沒話說 玩不到下去 非洲人慢死 踏師 死一個 還有另一個再出來 不是 不是求歐洲人帶你那關嗎 其實遊戲裡面 尤其是 有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 OK 如果非洲人開局 有情抽方當然要靠你自己 找朋友 或者朋友找你 那你是非洲人一次 沒有人會找你 而就是要做成一個 歐洲人是很多人找 他的友情潘 會累積得很快 而這個累積得快 而他多了抽 有情抽的機會 他的經驗值的卡 會快些 會快些 這個是什麼呢 你現在典型社會制度裡面的 貧者越貧 富者越富 我開機 好 或者只有五點 出生決定命運 最好有五點 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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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 所以說 你去到這個時候 你真的不怪得 那些人 一定是要拆到一隻 強的五星 他才願意開局 因為就知道 沒有出路 你人生的畫園 沒有朋友 這個世界沒有朋友 非洲人出過就是什麼 你在原野裡面 一網浮劑 有獅子跑出來 沒有人會救你 朋友 朋友 請求支援 火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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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見了 尤其是他所謂的 有情抽的機制 也是很奇怪 其實是有些小圈子 因為你同一個朋友 可以重複使用 其他遊戲通常就是 我一個朋友 我一天只可以使用一次 一次 用完之後你下一關 要用第二關 但他這裡的機制就是 我同一個朋友 可以使用很多次 所以其實你只要一個朋友就夠了 你只要一堆朋友 一個 輪著先 三個得正當 這些就是 現今社會的小圈子制度 沒有 我們這些精英 我不會跟你 友情申請 蛤?屯子? 就敗了 沒有這個人的 看不到 即他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很殘酷 歐洲人都會演錯朋友 見到屯子的時候 是解決的 是呀 我明明正在用一個朋友 為何那個朋友在這裏不見了 差別待遇很大的 我孔明的帳戶 我玩了那麼久 肯主動申請我的朋友 全部都是三星 當我成為了歐洲人 那兩個帳戶 你真的覺得 你抽到孔明的一剎 你真的覺得你自己是歐洲人 其實你是非洲人 是中國人 我是拿著難民證 不是中國人 我明白 你見到其實 問題就是 這隻遊戲的開局性 是太強 而就是它有單機遊戲的 數字來說 就是你玩不下去 很多人就會 尤其是更加打釁的就是 因為它本身有很多資料 都是放在自己的卡型的APK 所以就是 無論文本 那些東西 其實已經被人全部爆出來 被人發現了 號稱一百萬字的劇本 其實只有兩張 因為它也沒有想著 你們可以過到第二張 不是 它是想著用什麼呢 刁難你的角度 你過不了的話 你等吧 等到 等我的難度降低 我寫完第三張 放上去的時候 但是 好老實說 這個世界就是說 你那個所謂的難度 是錢解決到的難度 這個世界就是 有些人是什麼呢 他什麼都沒有 他直接有錢 那其實一定會被人看到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這個不是希企 這個是掘角桶給自己踩 那你喜歡事實計 總會有人做到這件事的 你認為就是 當那個人課金 發覺了 你有個這樣的陷阱 在那裡的話 他不拿把刀出來說 我要先剪油 你不會剪得到的 算了吧 你還錢給我 我要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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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 解決 他現在開始叫做什麼呢 穩定了一點點 叫人家叫做什麼呢 其實 都不是叫穩定 叫人家叫做什麼呢 世界就是這樣的 非洲的沿野生活 就是這麼艱苦 甚至乎有懷疑過去 開發這遊戲的時候 是沒有錢 怎麼辦呢 將個市板丟上去 有兩張都好 課金的時候 繼續做下去 我覺得就不會 故事 其實你說故事和畫 他寫好了 應該是 台門那邊 那邊 其實應該就準備好了 一連至真的寫了 反而你說 那個系統 究竟 他要怎樣改 其實現在最大問題是 遊戲的角色之間 和系統之間的失衡 平衡上 他不可以 他不可以 他就要整體平均提升 但提升得來 他又要 平衡上去 原本厲害的那些 都不可以令到 被其他人追得太厲害 所以其實他這裏 是要花費很多功夫 所以你說他請人 但短期內 其實解決不了問題 除非你請一個就是 世界第一職戰力 不關事 是整個遊戲 開發思維 總監位監督 要負責 如果真的請了那些 你下面請定性 不關事 如果真的請了那些 應該整個遊戲 撞掉了 沒可能撞掉了 你試試撞掉吧 真的被人 撞你 真的 他們真的可以做英靈了 真的去了英靈店 之後 我當年做了一隻遊戲 就是 某一個員工 英靈 全員英靈化 肯定是 肯定全員可以英靈化 名流稱屎 現在簡直是 新積街 Undead 你已經明白 英靈的定義是什麼 他曾經做過一些 常人做不到的事情 一些風工偉業 現在不是嗎 現在他也是做偉業 所以就是說 他們如果這樣做 他們肯定能夠入英靈店 下一隻接手那條 我出第二代的時候 所有的工作員工 就是一隻新的家 他的樣子可能放進去 怎麼樣 裝飾是什麼 黑白照 他的本句就是無效跑 不是 本來我應該很憤怒 我暫時 我上了岸了 這就是混蛋了 上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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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憤怒是什麼 我剛才看到這隻鞋 我憤怒的 是嗎 他真的很憤怒 他真的很有問題 這隻遊戲 就算你說 這隻遊戲裡面 其實除了你說好像精德之外 其實很多的關卡 一些所謂的強力角色 自己單獨都過不了 他不能用其他組合 精德根本上就是一個key 他真是烏立 這個世界的規則 沒有精德 是不用打下去的 這隻遊戲 所以現在他必要要解 他的問題就是 遊戲強度的問題 卡片 你說其他東西 我覺得你都可以慢慢來 不用急 故事 故事 但是他一定要推 老實說 很多人說 這隻遊戲 我看到現在 我自己 都偷看過文本 裡面的故事 故事是真的不錯的 很多人現在說 故事100分 CV和音樂 80分 遊戲系統 500分 我負數 我負了100分 因為遊戲系統 令到他負數 其實現在是 其他東西 有些人覺得是不錯的 當然你說這隻遊戲 有很多閃退的問題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我從某個都很嚴重 我用MAS玩的 因為其實他吃部機之前 吃得挺厲害的 其實你會見到 其實HOLD IN 其實挺高的 很多遊戲都是 不過他好像特別誇了 他已經不算誇了 不是啊 我打到中間 我可能認識了 有些螢幕保護 我習慣了 再回來他退了 不是啊 有些遊戲 你開一隻遊戲 一部機是熱的 我這隻遊戲都會熱的 因為熱是很正常的 所以 現在其實很多遊戲都會 所以 這不是怪他的理由 他錯的理由是 因為 他每一句說話 出現的時間點 在一些很不適當的時間 他觸動到一些玩家的神經 那些玩家已經說 我已經在火大 你還要冷靜我 你幹什麼鬼 你要嫌非非洲不夠熱嗎 非洲已經很嫌不熱了 你在歐洲 你正在享受冷氣 那些人就說 沒所謂 你改就改 我上了岸 我告訴你 又不是我在水深火熱的片 對 完全不關心 在非洲裏面 和大自然搏奏的非洲人 怎樣 所以我覺得 這兩個詞語其實是很適合的 其實真的 那 講到這裡 當然大家都知道 我們拆了一些手 我想除了只有兩個 見到蟹人之外 不是 有人可以挑戰 十禮莊的帳戶 以為做什麼 做神仙嗎 沒有人的 怎樣用 做神仙嗎 不知道 要的話 不防無林 你走在Facebook 留言 用任何方式通知我們 我們試答給一個 我們不知道 我們會回你的 那個可能很搶手 應該都是一個搶手 所以要快 我想一個搶手 其餘那些 禮裝禮裝禮裝 三星角色禮裝 無限禮裝 哪有人要的 撕捨都不要 丟到垃圾桶 都沒有人 你不要那麼老定 這個世界可能有很多非洲人 那非洲人不用叫非洲人 挑戰難度 挑戰難度 不夠人 老實說 我是堅持了我自己孔明的帳戶 每個人都要開 你堅持了孔明的帳戶 叫挑戰難度 你知道什麼叫挑戰難度嗎 挑戰難度就是三星開局 孔明開局更慘 孔明開局更慘 三星 三星不會再生死 孔明才會再生死 孔明的攻擊力 是哪一隻三星都不如 你要原諒他的caster 就是這樣 說什麼攻擊力 應該說魔法力才對 魔法力我不要提 他好像沒有這個設定 其實他最大問題是技能 技能那裡 另一部分就是 敵方可用的彈性比你高很多 而我方的技能 簡單而言 其實我每場戰鬥 只能出到一次大把 幾乎 除了某幾個角色 其實有些角色 有些敵力角色本身不強 但是什麼呢 他想用5-6個攻擊buffer給自己 一眼打過來 那當然是痛 他可以再上 我記得有一關 是兩隻廢柴加龍 我打死他兩隻廢柴 然後龍是三回攻擊 很痛苦 正常你BOSS有buffer 可以不斷補buffer 我覺得很正常 但連前期的關卡 阻礙雜柴都會 不斷補必殺的時候 發覺你想怎樣 你不要對他 正常來說 你兩隻雜柴加龍 那些雜柴攻擊力 你不是很高 都受得起 但你打死那兩隻雜柴 龍三回攻擊的時候 你就受不了 其實那裡的正解 根本上是 如果你的傷害力不夠 我想他攻略的選擇 就是先擊到最大攻擊力 最大攻擊力 讓他不要變大 通常這些可能 他會有必殺技術 他用寶具的話 你就麻煩了 節奏是這樣 當然 我是理解的 因為我拿到最大數值 我拿過來計算 但我不會公開給大家 計算出來 其實是OK的 是真的可以玩到變化的 前提就是 這個變化 我想要靠大家才會感覺到 靠你了 我一定收到師傅 測試一下 抽到才算 抽不到 應該有Outer抽到 給你十把禮裝 又禮裝 不給師傅 給你十把槍 都夠死了吧 不是 這個比例 2比8 1比9 這個比例 其實應該 一個人裝很多寶具才對 為什麼只可以裝一件 搞錯 這麼閃閃 真的 我對故事有影響 我想玩下去 不過如果有爆文本 通常都會爆文本去看 你看網上實況 錄影片給你們看 不用打得最好 我相信 夜行者應該會 不過 夜行者已經成為半個歐洲人 算吧 只有一隻 鬼肉 你兩隻很暴力 拿著那隻 白沙卡 什麼人都對他 快的時候 遇到三條龍 三條龍打完同一個角色 馬上飛出去 死得快 活得精彩 那打什麼 我一樣看不到後面的故事 這一集 來到這裡 當然是 這些純粹是私願 而且大家對這遊戲有什麼建議 建議是沒有用的 可以留言 我們大家 有建議的話 應該去應徵 去他公司 不用 記得給裝屍 有地址 直接刷他去日本 找他 找你去日本的時候 去地址刷他 你那時候還要玩 好了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